四秋了这么多年啊 今天是最紧张的一次 哈喽各位小伙伴 今天我们来体验的是劳斯莱斯 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面 能够试到的最贵的SUV 没有之一了 大家来看我身边的这一台 劳斯莱斯库里南 没错 今天我们试到的这一款 就是视频中的 劳斯莱斯库里南 Black Bench车型 这是劳斯莱斯的第四款 Black Bench车款 哇 打开车门 这个配色是很年轻啊 黄色跟这个黑色的搭配 真的是 一台劳斯莱斯里面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样的颜色吧 包括这个座椅的logo的刺绣也都是黄色的 当然这个颜色是库里南的这个标准配色 各位富豪如果有其他个性想要表达的话 也是可以支持定制的 驾驶式的这个用料的氛围啊 真的是特别的奢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材质 来看这个碳纤维的试板 不同于一般的碳纤维的这种编织纹路 它是用了一个类似于菱形纹的这么一个特别的编织纹路 然后这个时钟 特别的地方在于呢 这个Blank Bench版本呢 版本呢 是采用了一个这个infinity无线的符号来替代掉以往的这个老斯莱斯logo 这是不是寓意着希望车主拥有无限的财富呢 今天的这一款车呢 还特别定制了蓝井座椅 我们刚才打听了一下啊 这一套座椅的这个定制家呢 已经购买得起一部豪华品牌的这个轿车了啊 能够坐在这张座椅上真的才是人生赢家 笑看天下的感觉啊 既然是劳斯莱斯啊 我们肯定需要体验它的后座 后座毕竟才是关键 打开这个最开的马车门 看一下后座 一样的是这个黄色跟黑色的配色搭配啊 只有两个座位 看一下这个天荣地毯 还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我感觉我都不好意思穿着鞋上去啊 终于还是忍不住坐到了这个尊贵的后排啊 来看有多尊贵呢 其实我都不用关门 我都不用手动关门 一个按键 特别优雅 对吧 现在整个外面的世界真的和我隔绝开了 这门一关外面的这个所有的噪音啊都被隔绝了 现在这个是我独享的空间啊 看一下头顶的星空顶 13444颗星星在你的头顶 还有时不时有这个流星化过的效果 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一块隔板 其实后备箱也是和成员参卡有一块玻璃隔开的 所以整个车厢内的隔音表现真的 啊这就是极致吧 这就是极致了 真的特别安静了 真的特别安静 然后我觉得我坐在后排 这个这个坐坐姿其实挺高的 然后这个真的是像一个沙发而不像一个传统的奇修座椅 我感觉我现在说话声音都音量都特别小 因为这车内真的太安静了 都不好意思特别大声的来讲话 就一点点发动机的声音 但那个发动机声是刻意营造出来 让你感觉到这个机械在运转的这种感觉 这个运转真的好似 真的特别似乎 后排座椅其实我觉得还挺硬的 但是这个头枕真的是特别舒服 头枕包裹性和这个柔软度都特别好 你试完以后我才第一次贴到这个特枕 贴的这个盛奖很重 是吧这个头枕真的 这头枕里面就像气囊一样 就薄薄的这种棉花在里面填充 座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柔软 但是很宽大 承托力很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空间 腿部的空间其实不用说了 这个太宽广了 然后我两边都是扶手 两边都是扶手 就是把你整个人包在里面的这种感觉 最舒服的是这个条空调出风口开闭的这个拨杆 哇这个阻尼杆真的好 就像一件特别精细的这个乐器 真的都是人民币的味道 现在这个视角都从我们中间往前面 看这个欢迎女神在前面引路 这个真的是人生人家的视角 刚才过到两个小的路面的起伏 真的我觉得我是坐在一个电影斗上 把这个路面的起伏都给晕平了 特别轻柔的动作 特别轻达轻发 真的感觉我现在是一个易碎品 我来说一下 这个车特别小心翼翼的在对待我 我们现在车速已经接近一把 那我车内我真的完全没有速度感 特别安静 看到它三个仪表 它三个仪表最左边那一个 其实是一个动力储备的表 不是一个钻术表 就是代表你还有多少你没有用 来看一下这个表几乎是只在零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车 还有90%多的这个动力储备没有用出来 毕竟是一部V12 而且这台Blankbench版本 还是动力还有特别的调高 但这个都不重要 对于一部劳斯莱斯来说 谁会去在意这个动力的数值呢 感觉车头特别长 但是整个车的动作很轻柔啊 虽然是它有微笑的动力 但是这个 还是那个感觉就是 这个车开起来特别的柔 特别的顺 然后方向其实也没有想象出那么扯 整个车开起来还是 除了这个价格带给我的这个压力啊 其实整个车开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一部劳斯莱斯真的感觉是可以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这个车主的心态 我不能去揣摩 但是我觉得这部车真的是车主 可以自己去开的一部劳斯莱斯 开起来 你不会觉得这部车有这么的 就是体感上有多大 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而且我还开的这么小心翼翼 对吧 我相信如果是车主自己开的话 它可能还更自在一点 更芳菲一点 虽然这部车很大 但是周围的社会车辆看见我来了 都在自动的退币 有这个闲杂人等退币 3米的这个气场在这 副驾感觉怎么样 副驾 前排后排有区别吗 你刚刚坐后排 现在要玩到前排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都很豪华 都很饱满 都很安静 我觉得这台车没有特别的说 区分 一定就是司机位 没有是一定说前面一定就是司机 后面一定就是贵宾 或者是一定就是老板 我觉得这部车对于前后排的照顾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刚才跟店里的工作人员聊哈 说这一部车在成都已经是有多少 有两位90后的车主来骑车了 差距啊 真的 我也是年轻人 没有这种 我们都年轻过啊 就是机会 所以这就是差别啊 就是我们能跟这台车相处的时间 可能就只有一个小时 开过这部车才真的对什么绿震什么隔音 这个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 哇真的还是挺感慨的 能在这个时候开到一部V12的老四来四 车终于少了一点 我看我能不能让这副V12多发一点力啊 看一下这个这个表 我稍微踩一下 走 哇 我真的这只昂着头 就把这部车往前推的这个感觉 真的不敢踩啊 好也是 有点小火 真的好柔啊 这一车给他 我看这个车真的是这个 有车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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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是把你轻轻拖到这种盖住啊 嗯 你旋空了 走 就这种旋空了 旋空了 旋风这就不敢 好了 我们教授的劳斯埃斯驾驶生涯 新疆告一段落 总觉得开这台车 你让那个机植稍微多一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还请记得一键三连关注哦